歌席分座 有两个年轻的魏国人 管宁和华欣 他们虽然性格不同 但在一起生活学习 有一天 他们一块在菜园里厨地 厨着厨着 忽然 是个金元宝 华欣想往华里塞 一看管宁一脸冷漠的样子 又不好意思的把元宝扔了 又一天 他俩正在书房读书 恰巧有位桂冠从门口经过 管宁还在专心的读书 华欣早坐不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华欣才回来 哎呀 这个大官真客气啊 光台的礼品就有好几十箱 我要能这样就好了 管宁听了非常厌恶 一刀把鸡子割成两半 你不是我的朋友 以后你别跟我坐在一起 形容朋友 因意见不合而结交 彼此不断关系 就叫做 天使分寄